這不做金燒 你做什麼欠不得人請看人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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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直播中 對 大家請直播 你們今天都是直播的 我手機也看得到 我剛才有一個 我聽到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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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找的 如果當初他們不要這樣子欺負陳玉珍委員的話 我今天也不會出現在這裡 我只想讓我的行動證明了 昨天陳玉珍委員他沒有做壞事 他不值得 他也不應該 被民進黨用那樣羞辱的方式 說什麼他要向誰報告 然後說什麼他叮哨 然後說什麼他要向誰交代 這些話我覺得民進黨昨天對他太過分了 許曉青是不是疲癢 就是說上禮拜還是疲癢 然後這禮拜 六日一二 乖了四天嘛 不然疲癢就跑去鬧事 急了 急了 許曉青真的急了 但他到底在急什麼 對啊 我跟你講應該是整個國民黨都最近都抓狂 但許曉青其實是應該要去 我覺得他要去做這個精神鑑定 他這個行為超誇張超幼稚 而且完全是一個 你無法理解的 你要知道連8加9都知道 人的頂頭你不要去闖 對 這個是關鍵喔 我們台灣頂頭最出名 等一下還你說要關鍵 89都知道 89都不會這樣幹 歷史上發生一次叫做悲劇 第二次是鬧劇對不對 造成悲劇的那個是笨蛋 造成鬧劇那是壞蛋 這個叫什麼 諧星的表現 要不然就是 250的表現 他記下許曉青的心理狀態 許曉青到底在幹什麼 就第一次他到底在幹 就是說大家開記者會 干你什麼事 你國民黨開你們國民黨 民進黨開民進黨嘛 大家河水不犯行水嘛 你去那邊就是純鬧場嘛 所以我想問一件事就是 大哉問 許曉青是不是癖 我覺得許曉青要去 第一次他是不是癖 什麼叫是不是癖 就是說他這幾年乖了嘛對不對 這三天都比較乖 比較低調 沒有到幾陣子 沒有到就說上禮拜還是癖 然後這禮拜 六日一二 乖了四天嘛 癖癖又跑去鬧事 大家又拿他當開場 他是癖癢 第二件事 我覺得中國官媒 介入到台灣媒體 我跟你講喔 大家 我們是聲斗小民 大家都說很誇張很離譜 你是民進黨的耶 你是執政黨耶 執政黨要不要處理一下 抓到說罰兩百萬家停播節目 如果節目已經停播了耶 這算懲罰嗎 兩百萬對中國來說算大錢嘛 我跟你講 我寫個稿子就三千美了嘛對不對 你要不要處理一下 你們民進黨 你要先講一下NCC是獨立機關 所以不要說執政黨 你要不要選中之外 沒有我今年讓給別人去 好我先講許曉青啦 急了啦 他不是創下歌急了 急了 許曉青真的急了 但他到底在急什麼 對啊 我跟你講喔 應該是整個國民黨都 最近都抓狂起來 但許曉青其實是應該要去 我覺得他要去做這個精神鑑定啦 他這個行為超誇張 超幼稚 而且完全是一個 你無法理解的齁 你要知道連八加九都知道 人的頂頭你不要去闖 對 這個是關鍵喔 我們台灣頂頭最出名 等一下你說關鍵 八九都知道 八九都不會這樣幹 對 你不要在人家的場 你可以在旁邊看 那有的知道說 這可能有點衝突的時候 有點敏感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穿自己的衣服去那裡 這是我們所有 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好 第一天是陳玉珍跑去 對 第二天 人家陳玉珍已經覺得說 都已經大袋罵說 你陳玉珍在幹嘛 第二天許曉青還要去 你知道馬克思講說 歷史上發生一次叫做悲劇 第二次是鬧劇對不對 對 造成悲劇的那個是笨蛋 造成鬧劇那是壞蛋 對 他不是因為笨他是壞才去那個 你故意在人家開記者會的地方 然後你拉一條皮尺在那邊量說 我這邊一公尺然後還把它貼起來 那是要怎樣 你是周星馳電影看太多了 我進來了 我跳進去了 我又出來了 我跳進去了 我要出來了 我只是經過 我要停下來了 我只是路過 打我啊笨蛋 你又坐下來了 你又坐下來了 你又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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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起來了 我站起來了 打我啊笨蛋 這樣很八九欸 這個叫什麼 諧星的表現 要不然就是 250的表現 堂堂一個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這是很奇怪 你的主張是什麼 要不然我也想聽聽你的主張是什麼 你要主張 你是去戰身 陳玉珍也莫名其妙 因為陳玉珍莫名其妙 然後你再去戰身一個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後又更莫名其妙的行為 去戰身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平方 這個很奇怪 他完全 如果他是說我的建議主張 是針對這個視線怎麼樣或什麼 那你要等民進黨開完 或者你在民進黨開之前 人家反正行政院也講了 監察院也講了 你好好去開一個 你就講這個 你的憲法見解也好 不是你就開記者會啊對答 做媒體平衡啊 如果今天喔 如果一個立法委員可以這樣子喔 那很抱歉喔 那是不是以後 每一天民進黨也派一個立委 到國民黨的外面 就在那邊 然後也會拉一條 喔我今天這個是101公分 比徐巧新的距離多一公分 沒錯 那請問一下這有意義嗎 請問一下 這是國民黨覺得這是對的嗎 請問一下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 絕對被罵爆你知道 對啊 這是世界的笑話 那徐巧新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他是覺得說 因為謝國良的那個 連署還差一點點 他是不是跟謝國良有仇喔 對啊覺得還差一點點 你如果 如果沒有弄到謝國良的那個罷免 就無法達到大罷免時代的開始 對 所以他急了 徐巧新急了 急的是 謝國良門檻還沒有達到 是這樣嗎 當然我這樣講也是反算 因為他不會去擔心這個 也許他真的很擔心 所以我覺得 說實在 國民黨你要不要好好管好 自己的立法委員理 否則以後真的每一天 都有人跑到你們的外面去搞這個事 那 那何必要黨團開記者會 乾脆每一天就中間 立法院這個外面那個廣場 放一個擂台好了 要開記者會 國民黨也好民眾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都來這邊擂台 然後大家打贏的最後那個 來開記者會 那立法院不就成了一個擂台現場嗎 那請問一下我們 每年要花這麼多納稅人的錢 去養你們這些立法委員幹嘛 好 我覺得要譴責徐巧新 是 中共派人來叮燒 民進黨團開記者會 也有陳玉珍立委 在旁邊叮燒 你不用說話 我剛剛從這裡經過 你在什麼 你待了很久了 好那謝謝你 好不要亂入 不要亂入 我來看直播也看得到 好不要亂入 好謝謝 你怎麼可以胡說 所以說呢 難道你們這個記者會 不是公開的嗎 好請不要亂入我們的記者會 我沒有亂入 因為你點名我 我這邊沒有講關心話 我也可以看直播看得到 我剛剛有走路 我們那邊那裡 我剛剛有講清楚 好讓我們繼續我們的記者會 你們的黨團辦公室在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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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委員 我們要繼續記者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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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記者會 謝謝你 好謝謝 我們記者會要進行 我們記者會再進行 你們這些不是公開的嗎 我在隔壁上也看得到 剛剛媒體都有錄到 陳委員在這裡逗留很久 這個吳世陽 他公開誤辱我 他說我金燒 這個記者會是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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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在 站在那裡盯那麼久 好 您表達您的意見了 讓我們繼續 讓我們繼續 讓我們繼續好嗎 你跟我道歉 你跟我道歉 你現在 你做什麼信不得性怕人家看 你現在 你做什麼信不得性怕人家看 你做什麼信不得性怕人家看 我們在直播中 對直播 大家請直播 好啦 你們這些都是直播的 我手機也看得到 我剛好有個 我剛好有個 馬鈴昌 不是 你解禁我 我不會走zel 你要去這裡 就在妳的動盤怎麼遊獎 我地上看完情報 我走過來 我突然想我講到的 他想在講什麼 這樣子而已 我就進見那邊看 我看見他 好 謝謝你 我們要繼續開記者會 那你警官可以離開嗎 你已經幫我們開了十分鐘的記者會了 謝謝你把媒體都... 不要亂入我們的記者 不要啦 你不要再點我啊 你又再侮辱我啊 你跟我道謝說你我丁梢見 謝謝 這是我們的記者會好嗎 這是我們的記者會好嗎 我們從來不會在國民黨的記者會 所以站在旁邊 我可以站在這裡講 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記者會好嗎 今天大家請注意 大家其實看到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就被國民黨的委員亂入了 那麼大家也看到 政論節目後面站著一個人 大家來看這個畫面 有沒有很像 不是說話比較大聲 就一直聽啦 你站在哪裡門口 大家來看這張照片 有沒有很像 大家回去可以直接做後集 一模一樣 好 好 我們繼續會繼續 我們繼續會繼續 中共的官媒 找人在這頓節目上面盯梢 有人在國民黨的委員 在民進黨的門口 好 這張照片 一模一樣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大家自己去傳 各個政論節目今天下午 可以坐一下 大家可以坐一下 我剛站在這裡好好的 你坐前面好 好 請謝謝 你這樣不是誤辱我嗎 你可以這樣做嗎 難道 這麼一個國民不用民主 就要總共有辦法 我們繼續我們的記者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一切不是純屬巧合 這一切就是 非常明目張膽的理應外合 戰場就在台灣的立法院 中共用台灣的民主 在破壞台灣的民主 戰場同時也在台灣的社會 以台灣的言論自由 來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 大家要特別注意 中共的統戰套餐 就是一個中央廚房 來提供這些統戰的定食 大家國人要有最堅強的 心理防禦機制 我們不要務實了 中共的統戰套餐 而透過這些名嘴這些網紅 來作為統戰的外送員 國人一定要有非常好的 防禦機制 來防禦這些認知作戰 那針對NCC組織法的修法呢 也請國民黨不要以錯再錯 國民黨不要執迷不悟 2006被大法官誓字宣告違憲 在2024年 固態部盟的違憲修法 它還是違憲 好我們今天的主題先到這裡 有媒體朋友要發問了嗎 請問你為什麼可以 給陳怡真 陳怡真你這樣已經干擾到 民進黨的記者會了 先點名我 先讓我們記者會開完 讓我們記者會開完 你們國民黨 點名我造謠多少次 我有站在你們門口講過話嗎 對不起 你們造謠我 國民黨記者會點名我多少次 然後都造謠我 我有站在那邊嗎 不要點名我 我剛剛在你們這是公開的 我們先讓我們記者會進行 你們造謠我那麼多次 我有在那邊干擾過嗎 我們從來不會 要道歉的人是誰 我們從來不會在你們國民黨 看記者會的時候站在那裡 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尊重彼此職權的行事 今天這個辦公室是 民進黨黨團辦公室 你現在請問答案 我叫你大聲 拜託陳委員 我們的記者會要繼續好嗎 你已經干擾了我們記者會 十五分就好嗎 我今天整個委員跟專人做學法 所以我想聽到 沒人做理好嗎 我現在要繼續開我們的記者會 我真的沒有別的想法 我真的沒有別的想法 我其實什麼關係是學法 也很懂 莊麗雄是大力士 我想了他你在講什麼 陳委員 如果你有什麼不滿的話 你可以提告 他今天我覺得 你用同樣的態度 在面對我們這條新聞 我可以提告他 因為司法官員真的很忙碌 好啦他我告你 所以我們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來開始今天的媒體 如果你覺得你被侮辱了 不是跟這個金廠一樣 那你就去提告 好 不然你不要再干擾 也不要 你干擾我今天的 你也干擾所有媒體同仁 他們在做他們的工作 他們要發問 好嗎 他隨便扣我罵 所以我知道 各位媒體朋友 這就是中國干擾的手段 可以放進去 你跟我道謝 整個有點中國干擾的 我是中華人 然後為什麼我不能把這個記者會開完 你可以開 你繼續開沒有意見 好那我們繼續 各位媒體朋友 真的是 來 切教機 蔡大使 來請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那個 駐美代表余大使 被爆亂花錢 然後還用蕭美琴的名義暴障 這是代表駐外人員的羅斯松 謝謝 我想針對駐美代表余大使 他這樣的一些作為 今天早上行政院 州務院長 也已經對外來說明 會好好的去進行調查 會用高標準來要求 我們所有的外管 所有的同仁 都要依據我們相關的法規 來進行相關職務的推動 該調查 該進行的 都讓行政部門去釐清 但我們也希望 我們所有辛苦的外管同仁 大家在海外為台灣拼外交 大家都辛苦了 那依循依法來進行所有職務的推動 那這是我們期待的 也是社會期待的 謝謝 不是要不要一直造謠 好來繼續 下一題 還有其他媒體朋友 來請問 大家不要受到其他的干擾 我沒有意見 要不要這麼多造謠 而且我站在你面前 我直接造謠 這不行 你這個干擾到我們記者會 好了 時間很久了 這我們是 我們是這個叫民進黨團的記者會 他說我盯上天氣都收回去 我經過你說我盯上 我不能接受 你知道嗎 那時候去我往上走 我會平常在這裡 我會有事情 好不好 問他該會 你公然在我們舉行記者會的同時 在現場進行干擾 是誰要道歉 我們記者會我們都錄下來了 我們在這裡 民進黨不會有任何人 在國民黨辦記者會的時候 我還在門邊 好了 我還在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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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進來草禮嗎 完全沒有 你怎麼可以說我盯燒呢 你怎麼可以說我盯燒 你這不是公開的嗎 你這不是公開的嗎 你這公開的嗎 你這公開的計算 你看我幹嘛 不要這樣子 是誰正對性的在我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你這公開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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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公開的計算 沒有任何人家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黨團在開記者會 其他黨的委員公然站在門口還亂入來干擾我們就要開記者會 請不要這樣好嗎 葉秀委員你把玉珍委員帶走我們還要繼續記者會 我覺得大家常常都會各自開記者會 如果今天亂了這個套 那麼明天起大家也都到別人的記者會門口去逗留 請問他是不是先點名我 可是你是不是先站在門口 而且你在門口超越 門口是你們家的嗎 我們現在就把畫面放過來 可以放可以放 他站了數分鐘 好 那我們之後 所以他可以回辦公室看直播啊 他為什麼要站在我們的記者會數分鐘在那邊掛起我們呢 誰是惹事的 誰是惹事的人 誰是惹事的人 因為你在門口已經站了超過五分鐘以上 而且你完全沒有打算離開的意思 現場媒體都錄到了 如果你只是錄過 你只是錄過 所以你要聽你可以回你的辦公室聽 不用像中共新華社的媒體一樣 在政論節目上面盯場 今天是一個什麼樣的節目讓你如此恐懼 必須如此表現 來跟誰宣示 跟誰宣布 我請問你 你今天來亂這個場 是因為要做給誰看 要直播出去讓誰看到你的作為 我不用你跟我講 你自己好好的跟全民解釋 陳玉珍在我們開記者會的時候來鬧場 盯場 現在繼續破壞 不讓我們來把話講完 陳玉珍剛剛的動作就跟這張照片 一模一樣 他怕什麼 他想要講給誰聽 對誰來宣示效忠 對誰來進行表態 而且現在不離開 這個鬼在哪裡 全民都在直播都在看 所以說大家把這個嘴臉 把這個態度看清楚 國民黨現在連黨團的港邊都跑來民進黨的黨團鬧場 大家看到這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最可怕的就是理應外合 這個場面這個畫面大家去把它截下來 你會看到什麼 你已經 那不然請你們離開 不然就請你們離開 先離開好嗎 你從早上10點35分到現在是10點要55分了 你已經干擾我們記者會20分鐘了 你不是單純的路過好嗎 我沒有說我路過 你剛剛不是說你路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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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承認你是丁燒嗎 那就不是丁燒 你聽我講 我一向很尊重沈柏洋的專輯 他們是在學法律的 他們的想法 因為我學的我想說他們的想法到底是怎樣 那沈柏洋你說一下是不是丁燒行為 所以我出過的時候 你剛考驗來了 我必須要表達一下 我們民進黨真的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不歡迎你們這樣的方式 我再講一次喔 國民黨點名我的記者會無數次 我從來沒有衝進來過 我從來沒有衝進去過 所以如果有什麼話可以在外面跟記者講 但不要干擾這個的進行 我被點名了那麼多次 我從來沒有衝進去過 好不好 而且還常常造謠 不行 這是我們的婚禮黨團開記者會 我們可以 你換你的黨團開記者會 你可以反脫 你可以澄清 你可以去罵任何你想罵的 不然的話 以後我們是不是也要站在國民黨團的門口 來開記者會 你的自由不包括 凌駕侵犯民進黨團 言論自由 那你現在站在哪裡 你要加入 如果他這樣的話 黨團申請書給他 請他歡迎他加入民進黨黨團 那我講完我就走了 歡迎陳昱真加入民進黨黨團 開記者會 你回你的黨團開記者會 不行 回去你們的老大開記者會 後來陳昱真就請你加入 但是我們不會接受你的申請 謝謝 這裡是民進黨團 謝謝 謝謝 沒關係 不要跟他 沒關係 我們的黨團 真的開記者會 我們不容許國民黨 這樣子好不好 我跟妳講 我是因為他點民到 我們不容許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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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 10點35分 站在這裡 要5分鐘 這不是丁燒 什麼是丁燒 啊 這不是丁燒 什麼是丁燒 啊 好嗎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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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剛好現在的原路是有啊 你只會相信 你只會相信 你先養兒去捕獅 風雨如回 氣零霧雨就追神 這國家是 回去你的黨團說 回去你的黨團說 好嗎 這個我們的黨團 謝謝關心 我們記者會要進行 好了 好了 你回你們黨團開記者會 好不好 你進來 你進來侮辱了我們每一個人 你進來侮辱了我們 在旅行我們的職務 我們認真開記者會 好 各位美女朋友 不好意思 那個陳玉甄委員 進來以後 平天這一場 記者會的精彩 好 這場發巧 一場發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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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一定要搶救 主導政府 它要一場發巧 一場發巧 這地方 用我自己的方式 那主要是這裡是公共區域 剛剛用捲尺量了100公分 那沒有入侵到他們的擋談會場 我想這裡是公共區域 100公分的距離足夠了 那任何人站在這裡 我想都沒有侵害到任何人的言論自由 也沒有所謂丁少是說 因為所有的這一個內容 應該在直播上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都已經量了100公分 大家現場都已經看到了 我站在這個地方 我是希望聲援昨天很委屈的陳玉珍委員 告訴她 我們54席委員都是站在一起的 她並不孤單 我要用行動來聲援她 所以我不會跟民進黨一起任何的衝突 我只是用我的行動來表達 我們對玉珍姐的支持 以及我們的立場 我們對玉珍姐的制度 你們對玉珍姐的 gabin 你们如果觉得太矮的话可以稍微调整距离 让他们可以看到 如果180的话可能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嚼 你们这边会希望就是民进党团这边来做出什么回应吗 不需要做出任何回应啊 因为我是站在公共区域啊 那难道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讲的话是不能给大家听的吗 是不敢给国民党听的吗 是不敢给大众听的吗 公共走廊难道他们也要霸占吗 所以我想玉珍委员昨天他就没有做错 他是在门口 他是在门外 是因为被点名用侮辱式的方式说他钉烧 所以他才进去跟他理论的 对所以我觉得昨天玉珍委员他一开始在门口 竟然被解读为钉烧这件事情是民进党有被害妄想症 有病局去看医生 所以我今天用科学的方式量了100公分 站在民进党的记者会党团的外面的100公分 那我就要看难道这样子我也侵犯了民进党吗 这个世界是民进党最大 民进党说了算吗 连公共空间的走廊都不能占人吗 所以这是我今天行动最具体想要表达的 并不会跟民进党有任何的冲突 我只是想要表达任何一位立法委员 任何一位记者 任何一位民众 如果在他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站在公共走廊 那都是他应有的权利 我觉得他们等一下可能会有问答时间 您会想要来提问吗 不会 我没有任何问题 我就是看着他们 所以我会看到他们记者会结束离开为止 把在司法法座的或有55个条路里面 好大加工与商业的办法 没有一个权利商业 我记得到这些权利商业 甚至我们的权利商业 都要有的权利商业 那我现在一个权利商业 把命令上的权利商业 那怎么进入到 这些权利商业 这些权利商业 这些都是属实的话 就不用怕 这个政敌来请这个记者会 昨天很明显就是这样嘛 因为昨天在讨论的是一篇 没有实据 然后呢 没有剧名 然后所有都是知情相关人士 然后去诬赖某一家不剧名的电视台 说有中共的记者在盯梢 这样子一篇没有剧名的文章 竟然能够成为民进党党团记者会的谈资 我觉得相当的离谱 那这个如果媒体变成是 第四权变成是政治人物 政党政府的传声筒 那我们的新闻伦理已经跟过去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以前都认为新闻伦理应该是要站在民众的这一边 替民众寻真相 替民众去报道 什么时候成了政府的工具 用不剧名的方式 然后乱写一通 然后呢去把别人抹红 刻意的去威逼其他不支持目前NCC委员的人 抹成中共同路人 这不是一件对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报道 对所以我想其实实际上面 当初玉政委员会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要听听看这个议题 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这个走廊本来就是很多的媒体朋友 跟立法委员会经过的地方啊 那经过了听听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听听看他们在说什么 像现在他们讲到什么捍卫体制啊 什么他们要这个送宪法 这个认为违宪要提宪法法庭啊 我觉得都是他们的主张 那他们的主张是他们的权利 虽然与我不同 但是我也可以听听看 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进而提出相对于我们不同意的想法 那这个这样子是民主的一个互动 错了吗 这样子就变成盯哨了吗 这样子就变成监控了吗 如果认为监控 请他以后门关起来 不要让别人能够来看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一百公分的距离 我刚刚实际用尺量 给所有的媒体朋友看 那我们就看看 民进党认不认为 我站在这里 门的中间是在跟哨 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 所以我会一直等到他们走出来为止 就比较辛苦你们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喂 刚刚有拍到的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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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里 一百公分的距离 我原一百公分的原因是什么 就凑整数啊 没有特别 就觉得说有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凑一个整数 就没有争议吗 可以吗 大家都拍好了吗 还没是不是 对不起 太厉害了 行动艺术啊 行为艺术 可以吗 可以吗 抬头一下吗 抬头一下是不是 可以 大家都可以 等一下走出来 那你会跟他们讲 就是声援 郁真文的话吗 嗯 不会讲话 嗯 不会讲话 是已经经过 认识的被决议 但是这边的地点 居然按照 我们的过程的一个答案 还可以再持续这个状况 还可以要求提供 郁云 等于你来到这边 然后他们的焦点 已经有一半都变到你身上去了 对不对 我这个先放不上 这个先放不上 是他们自找的 如果当初他们不要这样子欺负陈玉珍委员的话 我今天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我只想让我的行动证明了 昨天陈玉珍委员他没有做坏事 他不值得 他也不应该被民进党用那样羞辱的方式 说什么他要向谁报告 然后说什么他叮哨 然后说什么他要向谁交代 这些话我觉得民进党昨天对他太过分了 因为这是我今天个人的行动 而且我也确实是走到连线街之后 才突然有这个想法的 我刚刚就问了一下记者朋友说 今天民进党要开记者会吗 他们说有9点50 我看了一下差不多 我就借了这个捲持跟交代 就突然想到说 那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身体力行的来支持陈玉珍委员 我想我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有礼貌的行为 也没有冒犯到民进党内部在开记者会的每一个人 如果他们觉得被冒犯的话 他们等一下可以阐述他们的理由 但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是非常有礼貌的 而且是非常科学的 100公分站在门口 没有亲门踏户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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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会有任何的动机 可以问问题 民主的设备 因为之前您跟无事要委员两个人 有因为鬼脸这个有争议 那么您等一下如果真的遇到无事要委员的话 您会有任何的动作吗 我主要跟他们应该会 以手语的方式来沟通啦 嗯 对 但是因为我太矮所以他们不一定有看到我 嗯 哈哈哈哈 国会滥选就是南怀的闹 他们是先好的误物是过去的事 如果等一下有媒体投稿询问的话 好 但是他们现在就会看到 但是他们以严肃地用申请宪法法庭 通过宪法庭来重新确立 这个国家民主法制 受宪法庭的精神 因此呢 我们看到了 因为我太矮了 这二十几年前 我解释甚至是最矮的当时 当时由于国民大会 做出了自肥 做出了请 到根据宪法诉讼法 同时有三个国家最高机关 提出了申请宪法法庭的审判 这三个最高机关 包括了总统 包括了一个严正的态度 我们用严正的态度 来博制服装的行为 正如现在社会媒体所看到的 我们严正的开出行为 来自以外界服装的乱执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谜的常态 我们会解体选取 你们是镜头对 好 那我们今天人机的会就到此 有跟今天事先相关 但是你先把他问吗 你要出发前方 这种法庭有办法再去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好 暂时出版的会访 定常会被派遣之后 会被派遣之后 会被派遣之后 还是我们会参照往立吧 是 我想大法官再接受 我们要讲庭了 助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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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